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点都不像是开玩笑 姐姐 他轻易地喊了声 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 龙武居然伸出手 将他脸上黑布扯了下来 姐姐你看看 我这个模样 你喜欢不喜欢 若是你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 我赶住去了 我很喜欢像姐姐这种有能力 武功又好 还风云有存的女子 龙武微微侧身 目光死死地盯着宋十娘 他嘴角勾起轻柔的微笑 问道 姐姐你看 还满意吗 凤秋儿用力捏着自己可怜的肉肉 他真的很担心 他会笑出来 没想到龙武这位小哥哥 平时冷冷的 今天居然做这么大牺牲 他这么会说话的吗 他父母知道吗 不是 应该说 他主子知道吗 毕竟龙武没有父母 是孤儿啊 今天他们就查过了毛林叶的一些情况 还有他最得力的三个助手情况 毛林叶最得力的三个助手中 其中一个就是宋十娘 宋十娘和毛林叶同岁 有个女儿 其父不祥 所以宋十娘并没有丈夫 不过 这女人身旁的小鲜肉 一直少不了 根本也不需要丈夫这种东西 龙武的话 就连毛林叶这边的人都很意外 宋十娘本想发怒 他身为毛林叶身边的红人 肯定是受不了这些小辈的挑衅 而在宋十娘要发怒之际 龙武将他那张俊美的容颜放了出来 早就说过 龙飞十二期的人就没有一个丑的 龙武小哥哥 还是里面颜值排位比较靠前的一个 肯定能吊打宋十娘身边的男子 龙武扯掉遮脸部的瞬间 宋十娘心里的怒气 一下子被欣喜代替 肚灵重重咳了声 宋十娘才发现自己失礼 立即反应过来 臭小子 你是什么东西 居然敢在老娘面前放肆 再不说你们是谁的人 别怪利剑无言 龙武赵梅 急急忙忙将自己扯下来的黑布 重新搬了回去 石姐姐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你不是最怜向西域的吗 哪怕是到了现在 龙武小哥哥似乎还没有放弃 不说 你杀了我好了 要不是欺慕你 我才不会牵你一条条踪 不是 我什么都没说 反正你杀就杀吧 反正我回去了我也 突然里面传来爆炸的声音 走 龙十一大喊了一声 五人一同一跃 跃过高墙回到院子中 你们先走 凤九儿稳稳地着地之后 看着身旁的人 龙武 龙十一 乔木就交给你们保护了 赶紧离开 兄弟们也应该到了 好 你们小心一点 龙十一汉手 高墙上 一道道身影出现 落下 围墙内 很快就响起了打斗的声音 凤九儿和剑一 也没打算恋战 一边迎战 一边往另一个方向退 毛林叶伸手不凡 剑一主动去对付毛林叶 剩下的宋十娘和杜灵 都在和凤九儿作战 但敌方的人数 肯定不仅仅这点数量 凤九儿和剑一 逐渐退后 最后被逼到了一处墙角 上千的人密密麻麻涌过来 让他们有些吃不消 药厂不知道第几次 又炸开了 此刻 整个药厂都燃烧起来 大院四周 如同白昼 不知何时 毛林叶已经来到了 凤九儿跟前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他冷眸盯着凤九儿 一剑刺过去 凤九儿及时躲避了 一桶刺过来 数不清的剑 最后手中的剑 和毛林叶的剑相抵 毛林叶 你做的最错的事情 就是生产了 不该生产的药 凤九儿压低她的声音 眸光凌厉地扫着毛林叶 青楼杀手啥的 是真的不算什么 但这种按钥 绝对是她不能认可的 凤九儿声音 有意压制 让人听不出 她本来的声音 她并没有和毛林叶 继续废话的意思 一击冷冽的剑锋 扫开了前面的人 就连毛林叶 都后退好几步 要不是 这里是墙角 凤九儿 无法施展她的功力 她的剑锋 肯定不仅于此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剑衣 也使出了剑锋 将逼近她的人冲开 两人互视一眼 同时一垫脚尖 飞跃起来 追 绝对不能让他们逃了 毛林叶 握稳长剑 一跃而起之时 突然来了一道 更加厉害的进风 大风一扫而过 飞跃起来的人 都被扫出了 很长的一段距离 毛林叶也不例外 没有飞跃起来的人 几乎同时倒下 往院子里滚过去 围墙上 多了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 药场处 耀眼的火芒 洒在男人身影 映出了她脸上 那半块荧光闪烁的面具 你是谁 毛林叶 在自己兄弟身上爬起来 好凌厉的掌风 她刚才一个不留神 直接被摔出好几丈远 凤九儿和剑衣 一左一右 站在高大的 如同神奇一般的男子身旁 凤九儿看着来人的侧脸 眼角眉梢 都带着喜悦 九皇叔也进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 你就是三皇子 不可能 三皇子武功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毛林叶握着长剑 仰视着地无牙 他能看出 这个男人很不一般 但他并不喜欢 这般仰视别人 这是我的地盘 你们来了就别想离开 毛林叶冷冷一哼 一挥手 却不想 还没等他的人做出反应 突然 外面投进来一包 带着火光的东西 老板 是炸药 宋师娘扑过去 将毛林叶推开 不仅一包而已 带着火光的炸药 一下子扔进来好几包 围墙内轰轰的爆炸声 一下接着一下 凤九儿已经跟着他的男人 坐下追风 离开了外面的林子 九皇叔 你什么时候来的 窝在男人怀中 凤九儿慵懒得像只小猫 低无牙垂眸看了一眼 腾出大掌 不自觉地绕过他小蛮腰 用力搂紧 我不进来 你还想玩到何事啊 那声音带着责备 但更多的是宠溺 请关注一刀苏苏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等你来拿哦